今天來實測一下都市傳說啊 是不是真的可以花九鑽一次炸九鑽啊 好來哦 炸正中間欸 歡迎收看我不可拿鐵頻道 今天要去玩手遊FIFA我要活下去 如果沒有訂閱拿鐵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打開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的影片通知哦 好了今天呢留言終結者拿鐵呢 要來分享就是有一個暗月王權的抽獎嘛 然後這個抽獎比較特別的是 他可以用炸的方式 然後可能炸一次的話呢 就可以全部中獎就一次中九格 對然後我在社團上有看玩家成功啦 然後不確定是不是真的可以這麼歐 就是光芒弄佛心讓你一次全炸 等於是九鑽全中啊我看一下哦 獎池內共有九項獎勵嘛 每次投擲炸彈將隨機獲得一到九項獎池獎勵 可能投擲一次便獲得所有獎勵 每次投擲炸彈所需花費鑽石 好所以說如果你一次沒中的話呢 有可能鑽石越花越多 最後哇欸很貴欸 如果一次九顆都中的話 這個要什麼樣歐運啊 欸這個真的很貴欸你們看喔 呃9加49加99加199加299加399加499再加599再加899 3051賺 所以說如果你今天的賬號如果完全沒刻的話呢 是不是可以歐運非常的運氣非常好 然後一次全中 我再猜如果說你今天完全沒有超過有可能 呃炸到九格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然後我今天來測測看啊 因為主要我想要這個凌膠護盾跟服裝吧 服裝還可以啊 服裝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他是之前其他伺服器其他國家 泰國啊印尼哪一服我忘記了 就是他們偶像劇裡面男主角穿的衣服吧 應該是這套 然後只是說呃台服這邊沒有放那個照片 就是真人的照片 他想要講活人就是真人的照片 因為通常呃如果是你們知道成DJ 世界之名DJ手他會放真人的照片嗎 可是因為這個可能我們台灣可能沒有上那個偶像劇 所以沒有人知道這套到底是誰誰穿的 所以就沒有特別講了 好總之來講今天來實測一下都市傳說啊 是不是真的可以花九鑽一次炸九格啊 沒有炸個九格炸八格也好啊 好那我們今天就為大家來實測一下 那我們就直接來囉 能不能一次呢 入魂九鑽真的能夠炸那麼多嗎 有點小緊張是要開個音樂啊 他這個音樂好像還好 好來喔 來囉 炸這中間欸 一格而已啊 差一格而已 他剛剛炸這中間我以為全中欸 這隻都市傳說是耍人的是不是 好我們再來吧 一四三二六 好我現在我剛好記我現在的鑽石數量 第二次會不會全中 一次炸一格而已 那個炸九格是什麼 什麼回事啊 我真的覺得如果你有常在抽 你應該要一次全九格機率不一定高喔 我不敢不敢打爆票 只能說 我常在課 我覺得看起來好像沒有那麼厲害啊 一炸九格 哇 這個太扯了 我有看到畫面 因為他很小一個 不能展示 好我先跟大家講一下喔 我現在炸三次都沒有 沒有一次九格啊 就是 一格而已 這炸彈太弱了是不是 艾瓦洛你不是 我平常有在玩順炸雷這個 這個艾瓦洛是 是怎樣 出生 出新者是不是 超弱的艾瓦洛 欸這個最後花三千多賺 一次一格而已啊 沒有九格啊 九格只是多數傳說啊 我覺得一定很少在抽的人 可能九格機率超高啊 剩三格 然後還要499 這已經灰心了啦 而且又是保底啦 欸欸中了 一次炸到三格 一次炸到三格 一次炸到三格是真的有的 他沒有炸到九格 可是一次炸到三格 他因為他沒有音效 所以我忽然間 有點反應不過來 喔唷 所以九格 其實是有機率 只是我沒有一次炸到九格 我一次炸到三格啊 好 太好了 但是變形怎樣 欸官方你們這個預覽 至少要做好吧 好 OK 那這個都市傳說的話 我只驗證了大概三分之一啊 因為九格嘛 我只有炸到三格 好 歡迎各位玩家留言 告訴我你們炸到幾格 我非常好奇 九格到底是 到底多少人炸到九格 好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剛剛抽到的服裝 呃 服裝在倉庫這邊 其他 好這邊這套 暗月王拳 這套就很韓系風啦 反正現在全世界 偶像劇很多都是穿韓系風嘛 就是比較這種 Jetman的感覺 其實實際上穿起來蠻帥的 很像那個韓國 李敏浩的風格 李敏浩如果穿這件是蠻適合的吧 我覺得很適合李敏浩 然後我們幫你們 我們還搭一個那個背包好了 搭一個適合的背包 我真的是覺得像 比較像李敏浩在穿的啦 他這個的話背包 哦 這也可以啦 可能感覺上比較時 時尚感覺 這個就太高 大家可以有沒有看一下 如果要搭背包 黑羽毛可以耶 我覺得黑羽毛不錯 只是這個黑羽毛 基本上去玩遊戲的時候會有點擋視線 不過現在也沒看到比較適合的 這比較不擋視線的 噴色氣 就不搭了 白色羽毛 我覺得黑羽毛是 看起來比較搭的 那我們就搭黑羽毛吧 這套服裝 就看你們大家想不想抽啊 啊不是 李敏浩有點可惜 如果是李敏浩 可是這樣髮型其實還蠻帥的齁 搭起來很像李敏浩一樣 好只是這個 你們如果要看這個 照片的話 可以看我之前分享影片 就是有一些更新改版搶先看之類 就會看到 原本的代言人是誰 噢就是那個偶像劇的代言人是誰 再來我們要看一下剛剛的凝膠護盾 好凝膠護盾 公開給大家看一下到底長怎麼樣嗎 因為這個其實我那時候原本沒有想要抽 因為他沒有展示圖啊 光芳FB我記得 在我拍攝今天這一集的時候呢 也還沒有分享說 那個凝膠護盾長怎麼樣 所以說我在社團中看到啦 有看到玩家抽到啊 長這樣子 OK給你們看一下 他是 欸新的套裝啊 粉紅色在套套裝那個人欸 然後他坐在這個槍火王座上面 好給你們看一下他長這樣 我有影響 我終於知道哪一套 這套就是台服現在剛出的這個新服裝 好我們就裝這個吧 然後新服裝的話是 轉換這邊啊 欸那我們一起把他抽走 這套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可是其實這三套我都想要 因為白色這套也很帥 之前沒有抽 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 因為他這個二獎 大獎你們看我下面都有了 可惡 然後二獎都很 大家二獎我也都有了 我只剩這一個 這個這個這個野獸我沒有而已 野獸我覺得還好 長得有點奇怪 總之可能有些人覺得很帥吧 哇三選一啊 好啦粉紅色這套啊 有點像戀愛的氣氛 而且球選很帥 這套好帥喔 我喜歡這兩件啦 可惡 我現在官方默克的商店可以再開一下 然後這個可以換了二獎 二獎剩一個 之後就之後如果這活動怎麼辦 直接放生我 好啦來吧 這個我就先選這個 那這只選這個 我們加抽一下這個 一二七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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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寫起來好了 怕我忘記 我現在在練習用左手寫字 因為我是右撇子 可是因為每次要抽東西的時候 都要寫 都是要寫起來 我現在已經練習用左手寫字了 呵呵 好來吧 現在這邊呢 一二七七三 然後我看能不能抽就抽到這個啊 這個就不要抽 拜託 欸有這個背包啦 上次是默克 欸上次是 默克吧 就是默克 這個是誰啊 欸這個是誰 這我忘記是誰了 這個是誰 好啦大家歡迎大家留言 欸總右眼面熟 是那個嗎 A124嗎 欸不對啊 A124不長這樣 好算了 大家留言吧 還是他就是 這是 欸又演馬克希姆的造型的感覺 總之我們就先抽這個 粉紅球一 拜託中啊 他可以把他關掉 來啊 聽說按十下以後呢 就會產生奇蹟 我亂講了 拜託一抽 一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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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寵物資料 寵物資料超容易中的 我覺得寵物資料出的機率超高 走 不要包地 不要包地 轉戰圈 好再來 走 唉唷 可惡欸 欸這個真的是很容易保底的東西啊 399 三分之一 不要不要中那個野獸 先中這個粉紅色拜託 再來是699 拜託699出 699出 快速按十下 拜託拜託699出 出了 真的出了我狂按他 水啦 沒有中野獸那套 要他我沒有覺得好看 那套這樣抽到 可能我也不會穿吧 除非要搭一些有的沒的 喔 省899啊 好 再給大家看到這一套 嗚 欸這背包怎麼 欸背包怎麼還是這一個啊 我剛剛沒有換到是不是 他這套可以把那個顯示掉 看一下喔 因為他現在很多服裝是可以把 那個拿掉的 口罩 口罩還蠻帥 喔這套其實真的蠻帥 因為粉紅色 其實我以前有抽一個粉紅色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 很久以前 我們先把這換掉 等一下跟你們分享哪一個 哇這個粉紅色好帥喔 很潮流啊 潮流Style 這個感覺上是 我會想要穿出去的風格啊 就是那種 秋天或夏天 穿的有點那個FU的感覺 大家給你們看一下怎麼搭比較好看 基本上 我的話都會幫他搭口罩啊 因為畢竟我們現在防疫很重要 口罩還是要有的 然後眼鏡當然要含細的話 就戴個大一點的眼鏡就沒問題了 我之前有做過服裝設計師啊 所以說 服裝潮流的話呢 聽拿鐵就對了 看一下 再來 眼鏡這個也不錯 這種磁心眼鏡就有點像DJ啊 或者是藝人會這樣戴 好這樣子好了 再來我們就收藏品背包 奇怪 我剛明明就有換這個啊 可是他竟然沒有背這個 有有有有 可惜沒有粉紅色的翅膀 之後會不會就出粉紅色的翅膀 我講一講後通常都會 有機會出這些東西啊 可是我一直在期待出 披風沒有出 我說是大披風喔 那種像 很帥的披風啊 這個也不錯 上次是這個背包 墨科背包嘛 然後剛剛抽到的新背包 在哪裡 應該在最上面吧 通常會 在這邊 看他寫誰啊 忍獵 忍獵 娃娃 好像忍獵是一個套裝吧 印象中是一個套裝是不是 可是這個套裝我是不是 沒抽啊 你跟我沒什麼印象 這套很帥啊 這套 如果不要背包的話也是可以啦 就是 小翅膀還蠻帥的 OK 然後我們現在要用個東西 給他表情動作呢 裝一個上來 我們裝 把個裝個那個好 這個 槍火王座 好 他這個動作為什麼要裝槍火王座 是因為 凌加護盾就是這個 武裝 然後搭槍火王座 就這個畫面 好 然後我們給大家看一下剛那個轉 那個武器 凌膠 投植物 有沒有他就同一套嗎 只是他沒有戴眼鏡 我幫他戴眼鏡 如果要不戴眼鏡 也可以 只是說 少一個 酷酷的感覺啦 我是覺得戴眼鏡還蠻酷的 眼鏡拿下來就是電眼了 眼鏡拿下來就是電眼了 總是要幾個被電昏 好這樣子 帶我們去 訓練島 因為他可以架凌膠嗎 我可以做那個凌膠護盾 然後跟他一樣的動作 欸訓練島配不久 好 出發 這應該可以擺動作吧 應該可以 我們來完成這個動作 還是能擺一個 哈哈哈哈 一樣的動作 只是冒著生命危險 下動作 好完成了 這個動作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動作是一模一樣的 這尼漢護盾長這樣 就看大家喜歡啦 算是 蠻有特色的 動作吧 蠻有特色的塗裝啊 他就是一個這麼大的凝膠 我現在實際是想擺動作 是不是他 這個 一直在阻止我 在現在 我不管他了 讓他射我好了 讓他射我好了 這樣我就可以擺了 好 分享一下就長這樣 一模一樣 直接本人 坐在這邊 好啦 就分享給你們了 這就是這個 擬膠護盾 然後你們 到底有沒有 炸到呢 也歡迎留言 等一下會不會死掉 好像這樣會結束而已吧 退出退出 好啦今天遊戲呢 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 拿鐵的影片或直播的話呢 可以幫他喜歡 持續訂閱我 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我一句叫 Fiveye攻略的情報 也記得訂閱我 YouTube主頻道 副頻道 玩具頻道 哪一頻道 是我的TwitchIG粉絲團 搜尋我不和拿鐵圖可以找我了 也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 千萬元 希望訂閱 喔